晚安 我弄個音樂 晚安 真的都五分鐘欸 是不是我做得剛剛好 雖然遲到是不好的事情 晚安 我剛剛錯過了誰我來看一下 晚安喜德 晚安 晚安晚安 遇風 晚安 晚安 you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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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 我就是 要不要用6.35 我就是 一定會超過那個時間 五分鐘左右 最後變6.40 你看是有可能的 好吧 我今天的睫毛 長得很奇怪喔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的睫毛會過來的 這我沒有刷得很濃嗎 還是燈打太亮 一切都沒有變 一切都還是一樣的東西 跟一樣的人 瀏海耶 瀏海有點歪 你知道嗎我剛在噴我的髮膠的時候 那個髮膠是娜娜送我的 然後我幾乎每次去練習 或是去 反正只要去公司 有化妝 我就會 噴髮膠 結果 髮膠沒了 髮膠 他以前會有水深的 但他現在被我噴完了 他剛剛噴了一下就沒了 看來 看來要再 準備一個新的了 謝謝 謝謝 剛剛是誰 剛剛是 無聊到吐送的浪漫 櫻花 滿安Steven 再送一瓶 不行啊 那那是因為覺得這一罐好像太 怎麼講 他好像有再多一 就是有另外一罐 就是他好像買一送一還怎麼樣 忘記了 反正就是他就把這一瓶送了 然後順便當生日禮物 那時候剛好生日 附近 所以他就送我 謝謝Steven的烘米歸 晚餐吃了嗎 我跟你們講 我剛剛要去吃 我剛剛本來要買那個 poke poke 飯 結果 就我本來想要線上預訂 結果他 他 他沒有開放 所以 今晚沒有poke 飯可以吃 所以我等一下直播完再去找東西吃 找安燙燙 用真兇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覺得好像有點 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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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我就會多噴幾下 所以髮膠真的是一個 消耗品 真的是太消耗了 晚安切耳朵 要買新的人 晚安 沙喲 沙喲 晚安清 晚安卡妮 晚安菲菲威威 這麼趕好的嗎 就是很趕好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我那時候需要髮膠 所以他就剛好 多一個就送我這樣 晚安夜空sky 今天沒有吃播 我很 我最近沒有在吃播了耶 最近 因為我發現我吃播都會 吃不完 吃太慢了 找下一間 好像 好像如果要吃的話 要走比較 要去比較遠 但我也不知道 這附近還有沒有其他間 賣當勞 不行 不行不行 我要對自己的體重負責了 真的 好像每次直播都會講到這個話題 我受夠了 這個 這個體重的話題 是 墨魚 好想你 我就在這 哈囉 我有一罐都沒用 但不能送 對啊 你們不能送 不能送那個 感覺會很可怕的東西 晚安香蕉 晚安草莓醬 晚安欧比王 謝謝 歐比王的火夢王 都不能認真吃 對啊 而且我平常吃飯就已經 算是很慢的人了 所以 我不能邊吃邊講話 最近有個飯糰很好吃 什麼飯糰 請你把口味打出來好嗎 是要我玩 猜猜了嗎 那我猜鮪魚飯糰 我就在吃鮪魚飯糰 正在吃麥當勞 好的 多可怕 棉被嗎 就是我有問 公司說 欸 問姊姊說有什麼 就是粉 就我好奇我就問 他們 他們是指粉絲 我那時候就說 粉絲有什麼 禮物是不能送的嗎 然後就是當了解 順便了解有什麼東西 不能送 對 然後就是 問了一下 然後好像是聽說就是 只要會用在身上的東西 就不能送 的樣子好像是 官網 是不是有寫 應該會有寫吧 麻辣小龍蝦 有這種東西 哈囉 KAMUY BIG SIZE 你說飯糰嗎 晚安安西 晚安小伊 我是想送誰 沒有啦 我就是好奇啊 我什麼都很好奇 對於這一切都很好奇 所以就問了 好奇 通通都有打大官網 顯然是我沒有看 顯然我是沒有看 但是我透過姊姊知道了 如果我們用了怎麼樣就不好了 對啊 所以就是 好就是 要注意一下 光光 謝謝KAMUY的浪漫櫻花 專業的 不會是粉絲 晚安卡丘 可能還是有意外的 棉被 真的很像棉被 我們看這兩天的本家演唱會 因為我不確定 那個有沒有 那個叫什麼 就是 線上看是免費的 還是要付錢的 我看的時候應該是 看起來是要付錢 所以我就沒有看 但是我有看一些表演的 那個叫什麼 片段 17期全部升格 好感動喔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聽到這個消息 我整個就是 天啊 超級感動 然後我後面還有去找 他們 影片 哭成 哭成一團 這瀏海是 想要讓我變血咖嗎 喔還有新加坡48 四個成員 四個成員 其實我沒有很了解他們四位 所以 但 但如果光看 就是 一些資訊的話 感覺 是蠻 對本家來說是蠻 有力的成員們嗎 算是蠻有力的成員們 對呀 還有19期出披露 對 五個 不是五期升 五個人 我還有看他們的表演 格子 所以TTP 1HC 47HC 全部升格 這個不知道 我也是 在期待 有這一天 的到來 但是感覺 應該還要再久一點 新加坡 吉隆坡 我記錯了 講太快了 我一直分不清楚 那個叫什麼 等一下我查一下 等我查一下再講 我一直分不清楚 怎麼講 我很常搞混 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我很常搞混 所以 所以 我很常搞混 因為他們就在附近啊 然後我就 很常會搞混 而且又都是 這是 吉隆坡 跟新加坡 就是 等一下 脫離太久 那個地理 所以我要來 確定一下 再講話 沒記錯的話 新加坡首都 就是新加坡 對不對 對吧 沒記錯的話 脫離太久了 不是我沒學好 那時候 那時候我 我還行好不好 只是 就是我 是 走那種 短暫記憶的人 所以 只要脫離太久 我就會忘記 我一直很常搞混 因為他們都是三個字啊 吉隆坡 跟新加坡 然後你們覺得 聽起來就是很像的地方 所以 所以我真的會搞混 好 所以是 吉隆坡 馬來西亞的48 OK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OKOK 有沒有機會 也有人移籍過來 這個 還是得看 還是得看 賞面的人 決定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一開場就火三回 很近沒關係 真的 你們也知道很像吧 對吧 你們也知道 很常搞混 真的 很常搞混 啊 反正呢 最近的消息大概就是 19期 然後 1集 4個成 4個成員 然後 17期全身格 我以為 我那時候 那一天在期待 就是 薄木 薄木賞的 薄木賞的畢業演唱會 我在期待說 會不會喔 會不會喔 馬友 結果 沒有 期待 期待了 但是 代表說 他真的不想露面 所以 就是 就是 希望他也有 默默的 在 演唱會的那裡 也在看吧 不知道 謝謝金米洲的 忍不住想你 晚安金米洲 劇場要整修 對 沒錯喔 沒錯沒錯 重點是他們還要 17期還要全國巡演 是全國嗎 就是 好幾個地方 4個 5個 然後帶著 17 18 19 天啊 我會想去看耶 但是 但是 沒有錢 而且還要 還要 還要 還要那個 讀書 還要 還要 幹嘛的 要畢業 為他畢業 聽說有粉絲 還是 看到他坐台下 真的 快營就沒可能再出來 真的 真的不能就是偷偷當一下嘉賓嗎 謝謝輕鬆的浪漫櫻瓜 謝謝輕鬆的發跳老鼠 反正呢 反正呢 就是這樣 喔還有17 18期 是17 18期嗎 就是 王金那首叫什麼 什麼星空的那一首 要拍MV了 欸 不對 是 防波堤 記錯了 是防波堤 防波堤 防波堤要拍MV 記錯了 是星空還是防波堤 是不是防波堤 我記得是防波堤 他們要拍MV 我會期待的 那首真的很好聽 你們一定會覺得我 訊息這麼通靈 是不是看得懂日文 其實不是 是因為 我在 我在淨團之前有追一個粉絲 追蹤一個粉絲的賬號 然後他 我就是專門用他來看 就是本家的事情 還有TP的事情 但是誰是就不說了 因為他 他的推 好像 他的推畢業了 哈哈哈哈 有人猜到了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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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知道會怎麼樣 但是就是 淨團前 淨團前 才最終的 最終的 我就是專門拿來看 本家那裡的 訊息 跟 跟TP這裡的訊息 因為他有時候都很即時 所以 我都會看他 當做一個 情報員的感覺 還可以即時翻譯 還可以即時翻譯 但是我最近有在想要不要學日文 最近是真的有在想要不要學日文 感覺多學一點語言是蠻好的 但是到 到最後又會覺得 好像只學英文就夠了 男總回來喊River的AKB 真的喔 我還沒有看 我沒有看那麼多片段 還沒看那麼多片段 我只有看 最最最重要的幾個片段 就是 訊息那些的 不是訊息啊 資訊 很即時的 去看了一下 但我還沒有看全部的 這個瀏海唇心 要讓我變斜卡吧 這樣看起來我沒有眉毛耶 看到拉臉 喔又有看到 日文片甲名外來語 學英文還是能用進去 我最近 最近比較在學的語言是 韓文 因為 學校剛好有韓文課 所以我就修了 然後 因為 之前也算 有在追 現在也在追 所以 所以就 想說 學學看 然後最近也有在想要不要學日文 所以我就在想 大四的時候要不要去修一下日文科 或是我自己學 多學一點語言是好事 但是學不學得起來 就是另外一回事 哈哈 拉鍊的我覺得就是一首 莫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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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感的一首歌 可愛中帶點性感 就是 畢竟 就是有拉鍊的部分 但是我好像沒有仔細看過拉鍊的歌詞 我好像沒有仔細看過 不是莫名 就是性感 沒有它前面很可愛 但是它後面就會突然就是 突然就拉了 口衣巧克力 好 晚安伊迪 畫風轉變 真的嚇到我了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拉鍊是 看TP的 然後 那時候是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一起升BA演唱會的 欸是嗎 忘記了 就是第一次看到那一首歌 然後 我就嚇到了 我被嚇到了 我真的被嚇到了 我嚇壞了 巧克力聽說你們有翻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好 好 快錄機也是這個路線 可愛又性感 對啊 特別的有一種調皮的感覺 以前福利比較好 哪方面 哪方面的福利 我旁邊一直很心疼 不懂 你後面就懂了 那一場我可是第一次聽到 太久沒有夫妻本家 突然就懂了 突然你們 就變好朋友了 是這樣嗎 突然就懂了 眼睛福利 有很多會哭的歌 除了死亡 終生 還沒看 那我記得 有看到蠻多經典歌曲的 徐沛彎 居然來了 徐沛彎 徐沛彎 你是不是來 來 來看我的 我的 我的觀眾會說你說什麼嗎 晚安 朱里恩 剛剛沒有 剛剛沒有什麼 剛剛沒有什麼 炸廚房 謝謝 朱里恩的浪漫 一關 來照我今天湯圓 沒有關係 我只是打開看有誰直播 所以你就來了嗎 你就來 你就來了嗎 好 萬萬間發現到我第一眼以為是墨魚 為什麼 為什麼啊 我們長很像嗎 春控夜場 有跳 女友 為什麼每次有一個成員進來就會有一個紅包呢 謝謝許阿北的緣分相遇 湯圓加鹽巴 我最近一直很常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搭配 什麼 麥當勞薯條 配 綠茶 還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是 奶茶粉 加牛丼 謝謝伊迪的花條老鼠 超級奇怪的 怎麼會有這種 鞋門的吃法 現在再早一點 沒有關係 進來了就搶搶紅包也行 那陳寅珍會進來嗎 陳寅珍來進來搶紅包 謝謝伊迪的小藏樹車車 西瓜加鹽巴的概念嗎 更甜 真的會更甜嗎 真的會嗎 晚安 不想上班 當一般的吃法 吃你了 就吃別種方法 知道吃壞肚子 謝謝伊迪送的原廢相遇 可能說有時候人生就是 苦了 無聊了 就嘗試一點新的東西 沒有關係 昨天吃麥當當被要食物 被誰 為什麼要跟你要食物 西瓜加鹽巴好吃 有沒有甜 我忘了 所以你也是會這樣吃的人 會加鹽巴的我好像就只有 鳳梨嗎 因為鳳梨是為了 要去掉那個 就是刺舌頭的那個感覺 媽好像是 所謂的反差可甜可言 確定嗎 西瓜是可甜可言的人 的水果 不認識的人 他好像沒錢吃飯 好 你就當做 做那個 善事吧 就當做一切 一切 一切都會有他的安排 所以你就相信這個 命運的安排 說不定這個善事以後會 回到你身上 說不定 如果有日本成員來空降武器 那是墨魚的前輩還是後輩 奇怪的問題 應該 有日本成員 你是說已經在本家那裡的了嗎 那怎麼樣都算我前輩吧 人家已經出道了 而且他怎麼樣都不會來選 你是說已經畢業的還是 還是什麼 如果他是透過徵選進來的 那我就會覺得應該算是 後輩 但是如果是移籍來的 他當然是前輩 移籍來的就是成為 他的 他的奇數都還是一樣 會是什麼 XXX48 幾奇聖 他就不會變成是 他就不會是AKB48 10PP幾奇聖 所以 所以呢 怎麼樣都是我前輩 除非他是 真選進來的 確實是一個 確實是一個 很微妙的問題 TP已經出道很久了 為什麼還要有人移籍 對啊 移籍算是 算是為了 就是 為了 為了宣傳 新的姐妹團 新的姐妹團 然後要吸引別人來 徵選吧 思心覺得為什麼 醒天跟賈菲 為什麼不來台灣 他有他命運的安排 謝謝 謝謝 輕鬆的愛戀巧克力 就是 遺跡這種事應該只發生在 第一種情況就是 為了 宣傳新的姐妹團 來宣傳 就是 吸引 吸引當地的 當地的人 去 找新成員 這樣 第二種情況就是 他單純只是想要去 國外發展 之類的 我不知道 各位可以去馬來西亞 陳影真的什麼時候進來 但會有紅包嗎 陳影真的什麼時候進來 剛剛彎彎進來已經有紅包了 那請問 陳真會有紅包嗎 有了 有了 馬上就有了 本來TP有打算打 東南亞華人市場 但會花了很多 好 快叫伊萍進來 是什麼樣子 每個人進來都會有一個紅包 什麼 謝謝伊迪的浪漫櫻花 我還第一段 我已經準備好 我手就已經在那裡 準備要搶紅包了 真正就是一個 財運的指標 好 彎彎還在 彎彎是打算要 就是 掛著看嗎 今天的直播今天真熱鬧 居然有兩個 四期了 來陪我 新發的照片好正 是發在哪裡呢 IG嗎 不要是表情報都好 好 其他人都叫進來 這麼熱鬧 早知道不要提醒 針針你的開播 他一開始知道 馬上拋棄我們 你說Dolphin嗎 人家也只是好奇 好奇進來看一下 直播對不對 性感小眼貌是什麼 是一首歌嗎 因為你比較喜歡我 大家 他對我告白了 他 他告白了 那真粉表示 哭了 性感小眼貌是什麼 六三單那首 U20 你說那個嗎 星空的 一首歌 想看的話 我等等傳 是 是什麼東西啊 如果是太可怕的東西 就不要了 真的 我怕我晚上睡不著 那裡 是 那裡 是 到底什麼是性感小眼貌啊 這裡是不是可以傳圖片啊 但是圖片很小 剛剛提到麥當勞 我也有看過有人在翻廚 我就把剛買的餐給他了 你人真好 你是好人 你是做善事的好人 那 要有會員 要有會員 什麼會員 喔 你說發圖片要有會員 那就看他有沒有會員了 可是圖片也沒有很明顯啊 他就是小小的一張在那裡 那要怎麼看得到 好 晚安克里斯 該送會員了 會員是可以送的嗎 放在這會被追殺 到底誰是性感小眼貌 該不會是萬萬 該不會是一品 我現在能想到 只有這兩個人 性感小眼貌 讓所有特權特效都要用錢買 喔 說不定是nana 說不定是你 到底是什麼東東啊 我剛剛腦袋突然有一瞬間想要吃 擦壽司的 鮭魚 壽司 炙燒鮭魚 壽司 突然想吃了 有一瞬間 有一瞬間 想吃 會想要是脹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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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喜歡吃脹 但其實我不知道這兩個差別到底在哪 就是聽說吃 吃生魚片的話 吃 吃狼比較好 但是吃 其他什麼特殊的就是吃脹 好像是這樣 其實我沒看見萬萬的表情幫哪裡可以看 應該是萬萬的兜粉吧 如果你願意 你願意 他除了表情包還有其他的東西 你如果願意就是 就是每天這樣被 奇怪的表情包 紅炸的話 你就訂閱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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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別在 有我們的合意 為什麼真正開始有 為什麼反而是真正再開始有 他們光是甜點就不太一樣 我有吃過 我想想 狼的話我只有吃過 那個叫什麼 我突然忘記那個甜點是什麼 那個甜點是什麼 忘了 還是我查一下 這樣的話我只有吃過冰淇淋 還有什麼 泡芙什麼東東的 我忘記那個甜點叫什麼了 等我一下 我吃過涼的草莓巧克力聖代 因為那時候我就想吃甜點 然後我就上網查說 哪一個比較好吃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好像是 大家普遍算蠻喜歡吃的 所以我就吃 謝謝伊迪的天子和 很久沒發表情包了 看來 這是叫大家去訂閱的意思 大家聽到了嗎 越多人訂閱他就會發更多的表情包 如果你們想要 汪汪的表情包的話 講實話欸 真的喔 那確實我們沒有去吃過狼 我們只有吃過掌而已 而且他還只吃那一次 謝謝夜空Sky的水晶式夜茶喔 不知道誰教會他了 應該不是我吧 應該吧 可能是曼玲吧 可能 可能 可能是曼玲 謝謝夜空Sky的一顆星 之前有個熔岩巧克力冰淇很好吃 哪一間 帳還是狼 一定要講清楚 一定要講清楚 如果他只有回歸的話 可以考慮去吃一下 小野貓是彎彎啊 是彎彎 原來是彎彎 謝謝 謝謝徐沛彎 送我的 看好你 為什麼要看好我 謝謝昌昌的水晶式夜茶喔 晚安佩提 我要發表情包嗎 你們要確定姐姐有審 會讓我 審過嗎 我覺得姐姐 不想要讓我走那個風格 狼我又打喔 之後他有回歸我再去吃 如果 有的話 常常在剪影片 請問在剪什麼影片呢 是什麼影片呢 我是一隻性感小野貓 不是 這哪裡像小野貓啊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玩玩 野貓在哪 我只覺得你 是 只有野而已 解罵你的表情包 這樣可以嗎 你們自己截圖 我已經被珍珍帶像不正常的睡眠茶 我已經不正常了嗎 我已經不正常了嗎 我覺得我還算挺正常的 目前 目前我覺得我還算正常 我真的拍那隻reels 真的沒有覺得我不正常 我真的是覺得 我那個影片很正常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第一眼就覺得我不正常 所以我 我覺得不是我的問題 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就問世奇還有誰是正常的 找你吧 我認了 找你吧 就找你正常吧 找你目前還未開發 我還是比他正常 我還是比他正常 他到底多不正常 必須讓人猜不到 正常這邊 但真的最近有點走用正常的感覺 他正在改變 他正在改變 他那樣是 他那樣的行為是很正常的 就 以平常相處來說 他那樣是正常 就是我已經習慣的意思 我們開發 交給我們 或是玩玩 不會 我會努力找一些很奇怪的影片 如果 如果 找你願意 就是 加入這個行列的話 呵呵 晚安喜恩 表情包呢 表情包 沒有這回事 表情包 再說吧 我覺得姊姊不會讓我過 蘑菇濃湯 你說蘑菇蘑菇嗎 那時候很洗腦欸 變正還是變正常 變正常 不正常的人 都會說自己很正常 好的 所以我剛剛解釋自己很正常 那一段 那一段已經是不正常的行為了嗎 那 那好吧 好吧 是那個會一般跟遊戲玩家 聊天一邊自言自語的 徐小姐嗎 不知道 你們 自己定義吧 射其生就我比較正常 還要找你啊 找你很正常 等他回來 你就知道他 他有多 就是 多 比我們正常多了 怎麼講 嗯 比我們正常 太多太多了 就是他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如果你們 定義不正常 呃 如果你們 對於不正常的定義就是看起來很愛搞怪 或是很不計形象的話 那我覺得 以找你來說 他就是正常的人 但我覺得他有一天會被我們帶壞的 他有一天會暴露他的本性 他會暴露他不正常的那一面 所以你們 不要再期待四期生會有正常的人 或者是說五期生 我覺得五期一定也會有不正常的人 喔我有聽說 就是 因為我有認識的朋友 就是 就是 認識的朋友有去參加 就是五期生征選 然後他有 他有進那個 Eason 然後 聽說 聽說啦 聽說 聽說有一個 就是 就是 風格蠻像徐沛丸的 就是 長的比較 可能 小小隻的 然後 就是 可能 就是 跟丸丸講話的方式差不多 然後 我就說 天哪 如果他進來了 會有下一個徐沛丸 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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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做個 廚房特輯之類的 阿彎一個人就夠 我是不知道是多像徐沛丸 但是就是聽說 他的個性 看起來蠻像的 不知道怎麼講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在現場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 怎麼樣的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過 就只有聽說而已 對 就聽說 但他會不會進 我真的不知道 等之後五騎生公佈再問看看 我的朋友 他 是不是 留在裡面之類的 再問看看 五騎生請遠離四騎生拜託 說不定他們不用遠離 他們自己就會發達 就是 他們的事業 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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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 要是五騎有一半跟萬萬一樣 我要怎麼帶 不用我帶 他們 自己就會過得很好 對 真的 真的 有機會看到你們朋友吵架囉 我是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講話 但是 就是聽說是 有這個 這個很像徐沛歡的行為 我不確定 就聽說的 完了點點點 先給我緊急逃生出口 燒房子比炸廚房恐怖還好 這兩個不是前因後果嗎 先炸廚房再燒房子 這兩個不是連在一起嗎 我在審核的時候還是非常正常的各位 所以萬萬覺得他自己不正常的各位 所以他對於正常的定義也是 就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就是很正常的講話 所以他認為他自己是不正常的 我想想萬萬捨可的時候 我只知道萬萬那時候看起來 非常非常非常的內向 我只記得 這個 這個 這段記憶 我的朋友是誰 如果他有上的話再說 如果他有上 再說 嗯 墨宇先去坦坦坦 應該是不行 先拜拜 真的嗎 大家怎麼抗拒的嗎 TB這個小地方容納不到兩個彎彎 沒有啊說不定人家很會做菜啊說不定 說不定他不會燒廚房 我沒有說彎彎不會做菜 應該說彎彎 做菜比較不安全 但我也不知道他的食物吃起來如何 所以我不能去判斷這個方面 但是我可以判斷說他可能煮料理的方式不太對 不太正常 一下 舞齊聲進來我們應該就有握手會了吧 這個我不期待 這我不知道 現在也是很內向 不會啊我覺得彎彎有稍微放開一點了 晚安俊翔 T-PIN都能握手會把麵麵跟粒子放在隔壁 兩個彎彎可以啦 我只記得那時候握手會 我一直都聽到嗡嗡的聲音 他的聲音超級大聲 他會跨越那個板子 就是跨到那個板子 然後在休息室都聽得到嗡嗡的聲音 超級大聲 可以推薦他去馬來西亞 誰 娃娃 下一個娃娃 他說他直播做了一個不好吃的東西 湯元加鹽巴 原來這是娃娃的主意嗎 你以後有機會在麵麵旁邊吃吃看 全部都是麵麵的聲音 那我如果在麵麵旁邊會不會 就是你們聽不到我講話 因為我覺得我聲音算是蠻小聲的 如果我要盡量大聲的話 我好像也不太難大聲 所以我不知道 會不會聽不到欸 還是我如果真的被安排在誰的旁邊 我就帶那個 擴音器 哈囉粉絲你好這樣 再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點 麵麵的聲音整常都聽得到 我覺得嗡嗡也差不多欸 下次可以在麵麵嗡嗡中間 最好先學手語 我打結印 好我不會打 麵麵的部分我都會有點耳鳴 這樣會讓你那個叫什麽 雖然不是用在這方面 但就是讓你語音繞臉 是這樣講嗎 語音繞臉 雖然不是指那方面 那個是指唱歌的部分 確實我好小聲 我一直以為我講話其實是可以大聲 我一直覺得我講話大聲 我就會覺得我很大聲 可是事實上我好像真的蠻小聲的 就是我很常 就是跟我朋友講話 然後講一講他們就會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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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又是那種很討厭聽到蛤的人 可是我自己也會講 我現在已經不會討厭 我可能就是偶爾 偶爾比較 就是比較 可能心情不好還是什麽樣的 所以就是聽到蛤的時候 我會有點小小的 小小的焦躁 但是 但是現在我好像也會講這個字 所以就算了 就是就算了 有的人蛤就很怕 我覺得要看人欸 就是如果他是很故意的那種蛤 我就會覺得很討厭 但是 但是 但是如果是那種蛤? 就是很正常的蛤 我就會覺得 okok 我再講一次 就是 還是要看人 就是看狀況 看語氣 握手會試一下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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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也不能怎麽樣 我就會讓你蛤 蛤到你結束為止 我就不理你 我就讓你蛤到結束為止 你就 你就整個就是浪費掉那張握手券 你 這麼想被馬 不是啊 你們怎麼那麼奇怪 你們一下想被打 一下想被提直撥劍 一下想要被 被 被 被馬 這個是 什麼概念呢 你們 是 曾經 受過了 不好的回應嗎 還是 什麼呢 護手霜 我跟你們講我最近有在用 只是 我覺得那個護手霜蠻 就是 蠻油的嗎 謝謝 小易送的啾啾你 粉絲都 你們怎麼啦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 委屈呢 為什麼要怎麼 這麼的 這麼的 委屈呢 謝謝我哈好的金唱片 我夠油了 所以我就不適合用那個護手霜 而且說真的你們猜得出來嗎 那個是花香耶 我自己都猜不出來是什麼 因為我平常也沒有在聞 聞花香的 謝謝 Hoin的 浪漫花 我自己都猜不出來是什麼花了 你們猜得出來嗎 還是 其實有誰是 是 花的專家 我們可以來打賭 打賭什麼 誰猜得最 最多 財不委屈 這麼享受這麼快樂的嗎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你們小時候到底經歷了什麼 怎麼會委屈 怎麼會委屈 你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你們是以前 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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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被前輩們打過嗎 還是怎麼樣 被踢被打被摔是粉絲福利吧 是因為有肢體接觸嗎 只要有肢體接觸一切好辦事 一切給個讚 這樣嗎 不好說 好吧 好吧 不想說就沒關係 我知道 你們可能 曾經發生過了什麼 那沒有關係 不想講 不想講出那個痛處也沒有關係 就是一個FU 上次握手會被面面打手說 這是什麼 這麼快樂的事情 好吧我好像能理解 如果是我的話 今天去 跟成員見面 我想想 但其實他們也不會 說真的要打也不會打很用力吧 不會吧 會嗎 會打很用力嗎 你們想要的是 輕輕的吧 不是 就是輕輕摔啊 輕輕踢啊 輕輕 打一下手啊 你們應該不是那種 超級用力打的吧 應該不是吧 如果是的話 我就 也不能說啥 比個讚 享受快樂 只要不打臉就可以 臉已經夠臭 都要跟竹竹打架 打一打就變瘦了 那我還不如去買個沙包打 直接買個愛的小手放旁邊 他們想要的是你 是你真的用本人的手去打 不是愛的小手 所以我想怎麼打都可以 你們這群人真的是 還是以後不要辦握手回來 以後辦一個 打手手大會 但是 打你們 我們手會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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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現在想跟許沛萬打架 因為這樣他就不會開口講話 原來是 不想聽他講話的部分嗎 以前被01甩 用辮子甩過臉 只有真相 但人家是用辮子打的啊 是頭髮 而且為什麼你會被甩過啊 為什麼 是握手會的時候嗎 一切都是從羽喵的才我開始的 我好像 有這個記憶 昨天有人說想被燕子摔 還是我自己先去體驗一下被燕子摔的感覺 然後再來跟你們說 我覺得怎麼樣 然後結果我就直接 沒辦法直播 我可能直播的時候就是 就是一個輪椅這樣 解剖粉絲大會 愛的小手好像也不是不行 請問參加打手手 打手大會需要先轉蛋嗎 我是不知道啦 如果有這個活動 我不知道 終於可以喊燕子摔 摔我了 你們該不會公演要喊吧 他不知道會怎麼 怎麼想 踩我沒有真的踩 但是打我有 第一次合照會好像玩的比較瘋 對我們都還沒有合照會 不知道第一次合照會是什麼時候 還要多久 還要多久 你被摔完胸還站起來 我直接沒有辦法 我直接沒有辦法跳公演 草童已經裡一號號碼拍了 真的假的 貓貓最後一場握手會粉絲進去 讓他打手心 打到他手痠 手不會痛嗎 居然是手痠不是手痛嗎 在墨魚進來之前 我們就在喊燕子摔我 那時TP有個合作影片的梗 我想說八神會被拒絕 就握手跟林依要求看看 哦 原來是這樣 那你這樣也順便跟 跟林依的辯子 握手了 是嗎 用臉握手 那是因為第一次合照會 後面一群人在踩線 然後stuff就強制執行了 那就是 強制執行 我滑到哪裡 忘記了 晚安弟弟 我都不喊著 你 你一定會喊的 哦不會 你不會喊 你會哭 我相信你會哭 晚安林哲瑋 先給燕子摔在解剖 天啊 聽起來超可怕 掰掰 陳寅珍 掰掰 去吃飯去吃飯 去吃吃吃吃吃 掰掰 我也好想吃東西 我開始餓了 謝謝劉健骨的浪漫櫻花 欸 阿彎彎還在嗎 彎彎是掛 掛著看嗎 還是彎彎走了 叫來吃 下個禮拜 還是下個月 彎彎還在 專業潛水 對啊 下禮拜就公演了 大家 又是久違的公演週 好快喔 真的很快 我真的每次每個月都會這樣想 真的是很快 大家終於 可以見到學廠生了 耶 欸我記得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也不是很好奇 就是很想問一件事情 但我每次都忘記 就是你們 有看公演的人 會覺得我跟 會覺得我直播的時候 跟公演不一樣嗎 其實跟上個月隔好久的感覺 因為 可能是三月底吧 可能是因為是三月底 公演比較冷靜 哪裡不一樣 這你們會不會覺得 就是個性還是什麼的 就我可能在直播是個斜咖 之類的 滿像的 彎彎是有看過 公演比較 比較 比較帥 那我現在是斜咖嗎 直播像個笨蛋 喔 所以我公演不像笨蛋 那我公演算是蠻專業的 我是 Pro級的 直播比較日常 都沒在看過 墨魚 那可能你沒來吧 可能你沒來吧 你可能都在看別人 公演是漂亮大姐姐 直播效比較多吧 直播效比較多 什麼 我公演沒有效嗎 我覺得我公演有效 我公演都在 我公演都很正常 公演都酷酷的 公演都酷酷的 真的嗎 公演比較酷嗎 不會有那種大笑 我講MC分會大笑的人 而且是真的笑到憋不住那種 因為真的太好笑了 那個有點皮笑漏不笑 有藕包 對啊我就是想問有沒有這個的差別 顯然是有啊 有差一點點 那你們會覺得其他成員會有這種感覺嗎 就是你們覺得這個是正常的事情 還是比較 比較 比較 怎麼講 就是 就是對 就是 嗯 不知道要講什麼 這種東西要比較的 要看你旁邊站的都是誰 好像是欸 我如果旁邊站前輩 我就會不敢 就是太 太 怎麼講 比較 我還是要看情況 對還是要看情況 如果都是事情 我當然比較放得開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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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輩我會比較 怕搞雜 事情 所以就會比較 安分一點 比較 乖一點 畢竟公演是表演 直播就顯了 對啊 畢竟公演 公演又不一定 又不一定 只有粉絲 聽說還是會有一些 比較 可能第一次來看公演的人 之類的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昨天 很好奇 也不是很好奇 就是 我一直都很好奇 某一間飲料店的 某個飲料 聽說很容易 去廁所 做很久 然後我就很好奇 那一杯飲料 到底是不是 真的有這個功效 所以 我昨天就去買了 我昨天終於去買了 買來喝了 但是 我買完之後 我沒有馬上喝 我真的是 超級 我看到那一杯 我就超級害怕 我真的會 就是在廁所 出不來 所以 所以我就很慢慢在喝 我就是 慢慢喝 因為它上面 它上面還有貼一個貼紙 它就說 第一次飲用的人 什麼 先 喝300cc 然後 看一下 身體狀況如何 如果 什麼 有 就是什麼 反正就是講一些 就是事前說明 之類的 然後 它最後一句還寫 它最後一句還寫 粉店已投保 一千萬 什麼什麼什麼 保險之類的 反正就是 如果你出事了 去找他們 理論是 他們是不會 不會 不會那個叫什麼 受損太多 那個 那個 那個店叫做 叫什麼 它叫做 自己 我先講 自己 自己算數學 哈 11加1 唉唷 11加1 然後後面加一個 一個字 就是 韻 自己 自己加數學 然後 它的飲料是叫 玫瑰冰茶 它有兩款 兩款口味 一個是叫 玫瑰冰茶 一個是叫 玫瑰 什麼 青銀茶 然後 我查了一下 這兩個差別 是查在它的底 底茶 還是什麼 雞茶 就是 一個 玫瑰冰茶是 白桃口味 然後 青銀茶是 柚子口味 所以 看你們想喝哪一款 我自己是喝 白桃款 反正我 我昨天就很 很慢在喝 就是我沒有喝到300cc 我就是每一口都是 素一小口 素一小口 就是 就是很慢慢在喝 因為我真的不敢喝太多 然後 然後 我是 我昨天是沒有去廁所蹲啦 但是 但是我今天 今天早上就 就 不知道 可能是有受到 一點點 激發 所以 還是有 還是 還是有去 蹲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 因為那個玫瑰冰茶 還是因為我早上 上課的時候 喝了一杯咖啡 有咖啡因的問題 還是這兩個加在一起 造成結果 反正 那個茶 我看網路上 他都寫說 什麼 什麼 他不姓血 然後一整晚 直接喝了一整杯 然後他 他就直接那個晚上 就是 待在廁所 待了 待了很久 不然就是 去了一次 又去了第二次 然後還去了第三次 跟第四次 然後那一整晚 就是跟廁所在奮鬥 然後我看到那個留言 我就覺得 很好笑 工業飲料叫這家 就完了 叫這家 沒關係啊 重點是不要喝 不要喝玫瑰冰茶 因為玫瑰好像就是 我還有茶 為什麼會有這樣 就是 玫瑰好像 本身他就有一個 物質叫做 丹寧酸 然後他會 他會 激發你的 腸胃 所以 如果你 便秘啊 或是什麼 你們可以去 挑戰一下 對 我會每遭 綠茶有跑廁所嗎 沒有耶 我有為了 解油膩 買綠茶過 但是 完全沒有 跑廁所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如果 你想要試試看 跟廁所相親相愛的感覺的話 反正我是信啦 我是信了 所以我都很 一小口一小口再喝 你們如果想要 體驗看看 一整碗都跟廁所相親相愛的話 這樣是好的嗎 我沒有要宣傳 我沒有要業配 我就只是 就是 最近 想要試試看這個東西 舒暢茶 好像是 輕盈茶吧 我不知道品名有沒有一樣 但是 就是 那個應該是柚子口味的 那個說有含膳食纖維茶 有這樣的效果 反正它裡面是有含那個 那個 玫瑰 茶包 就是它是真的 玫瑰茶包 玫瑰 玫瑰茶葉包 在裡面 不像 有些店就是 只放玫瑰糖漿那種 量體重前來一杯 然後量完體重再去一次這樣 還有其他品名 試喔 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叫那個 反正 就是聽說有這個飲料就對了 然後我就真的去試了一下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 體驗一下的話 就是 我是買那個 美顏冰茶 那個是 白桃口味 然後有另外一款是叫 叫什麼 什麼舒暢茶 反正就是你們 有茶的話就知道了 反正如果 如果想要嘗試的話 就去吧 加油 是可以不用拍現實動態啦 但如果你想要拍 就 加油 加油 不限於黑截客 如果其他人 也想要嘗試看看的話 不知道 我知道黑截客一定 有機會去嘗試對吧 感覺你就會去嘗試 媽 你這次敢嘗試嗎 你這次要測試嗎 你這次也想要 就是 體驗一下 這個飲料喝起來怎麼樣 我是覺得蠻好喝的其實 那個蠻好喝的 我喝為糖為冰 我覺得蠻好喝 不會很甜 還蠻好喝的 他是好喝的 真的 但是 就是很很可怕 阿如果你腸胃不好 就不要 就不要喝 我覺得 那個好像 腸胃不好的人喝了 好像會蠻 蠻可怕的 所以就 你也不一定要買那個 冰茶 你可以 去買那一間的 隨便一款飲料 對 那一款一定要載你 回家 然後 完全沒有事情的狀態下 喝 不然我覺得 一不小心就會跑去廁所 被我說一個好可怕 還好啦 你其實慢慢喝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阿 你就當一個 當一個 促進你代謝的 好幫手 但是真的不要 馬上喝完 你知道我去買的時候 我還問店員 我就說 請問這一款 請問這一款 是那個 會 排便順暢的嗎 排便順暢的那一款嗎 他就說 對對對 這一款就是 這一款就是 我跟你講 一開始 先不要喝太多 你不要一下喝完耶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他就是 他說 你不要馬上喝完耶 你 跟你講 你那個要先喝 300cc 然後 然後先看一下 你狀態怎麼樣 阿如果你覺得不行 那就 就不要繼續喝了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好那我要 那我要一杯這個 微糖微冰 我覺得那個店員 應該是覺得 又一個 又一個不信邪的挑戰者來了 我就直接問阿 我就直接問 我可以抱廁所生存確認嗎 可以阿 可以阿 你不要真的拍給我看就好 我 我只是想知道 你有沒有拍那個飲料就好 你可以拍飲料 但是不要拍廁所給我看 除非你想要跟 你的 其他朋友們宣傳 呃不是宣傳 呃 那叫什麼 分享 早餐墊大冰奶 欸我喝大冰奶真的還好耶 我大冰奶完全沒事 全家 全家不是有玫瑰蜂蜜水 那個 我有聽說 但是他現在好像沒賣了 我不知道是 他已經被列入 危險名單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 他現在好像沒有賣 店員 又一個便秘的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那樣問的時候 我還想說 他會不會覺得我便秘 我那時候還想說 這個店員會不會覺得我便秘 但我想說 沒關係我就是 只要我不尷尬 尷尬就是他 我不尷尬 所以我就買了 最近重新上架了 真的假的 還是我去體驗一下 說不定 他被 他被弄成 比較不會 不會便 呃不是便秘 比較不會 去廁所的 一款了嗎 沒有 這只是好奇而已 你懂嗎 我是好奇 我真的很好奇 我對於一切 東西都很好奇 像之前 就是有一陣子 不是很紅那個嗎 辣雞麵 就是韓國泡麵 然後超辣那一種 然後我也是 也是很想要試試看 然後我就去買了 然後結果真的超級辣 辣到一個 我狂喝牛奶 康普茶有啊 但好像還好耶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感覺玫瑰才是最 最優秀的那個選手 他可能是第一名 我是想要減肥 我多代謝不知道 對於減肥是有效還是不有效 吃了幾倍 吃了幾倍 我吃就是最 最普通的那個 沒有特別加倍的 就是很普通的那一款 最原始的那一款 我對阿彎料理好奇嗎 我是蠻好奇的啦 如果他願意 如果他願意 如果他願意拿天 心血來潮 想要請我吃點什麼的話 一點辣 那他 那他真的蠻會吃辣的 下次有上去台北再看 好 好的 你就去找那一間店吧 他應該會有分店吧 一倍兩倍三倍 兩倍辣 我應該是吃一倍的吧 就是最原始的那一種 阿彎塞 彎彎已經近身為塞了嗎 加鹽巴的甜湯圓 那個就先不用了 我想要吃 就是 你的拿手菜這樣 吃了兩倍辣 嘴巴痛了四十分鐘 那你很厲害 吃兩倍辣 好難想像喔 我吃一倍了 我就已經快辣死了 你可以喝那個配完的料理 那我應該 直接症亡 我直接去急症 比較快 上台北再看看 要去大稻埕 你要去大稻埕做什麼呢 那有什麼症狀是不能吃辣的呢 什麼症狀是不能吃辣的 如果你很怕辣的人 就不要吃 有像我這麼辣的嗎 你覺得我辣嗎 我是覺得 彎彎可能還比較 比較辣 因為彎彎都會說他很辣 我覺得我沒有很辣 彎彎說煎湯圓好甜 台下建議加鹽他就只能加了 可甜可鹽的湯圓 可甜可鹽的湯圓 淡水萬里 那間分店那麼少 有吃過多莉多姿的辣起司嗎 我有吃過多莉多姿的辣起司嗎 喔我有吃過 超辣的 我忘記是哪一天 反正就是 我就可能下課 因為我有時候下課會 很想吃東西 然後我就會去便利商店看有什麼我想吃的東西 然後我有一天下課我就去買那個多莉多姿的辣起司 我就那天突然覺得 好想要被辣一下 然後我就去買了 然後我只 但是我 我以為他沒有很辣 他真的是辣到我 爆炸 超級辣 然後我就吃到 吃到一半我還沒吃完 我就已經快辣到不行了 我有吃過超級辣 但絕對沒有比辣雞麵還辣 我覺得 辣雞麵比較辣 好像不是那個 辣眼睛很辣 辣眼睛很辣 好喔 主要是中南部的樣子 謝謝Golden的浪麥瓜 想被辣一下應該去找彎彎 找曼琳也可以啊 我覺得曼琳也蠻辣的 雖然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是 有點辣眼睛的辣 也不是辣眼睛 就是比較 油膩一點的辣 加辣不切 他們的辣 沒有辦法解說 聽說曼琳要給你們吃餅乾 一直都忘記帶 是喔 我沒有聽說這個消息欸 那他還真的都忘記 我是有吃 我是有 那個收工曼琳的餅乾 就是 那個 好像是 蠟筆小新的 包裝 然後 一個巧克力餅乾 那個蠻好吃的 他當做生日禮物送我 他這送我 就是有一個巧克力餅乾 然後他是 是外面脆還是裡面脆 反正就是 有巧克力的口感 又有那種 巧克力餅乾的脆 然後 也蠻甜的 包裝是蠟筆小新 然後 他裡面還會附贈一個 蠟筆小新的郵票 還是什麼 就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 我那時候覺得 曼琳送這個餅乾真的送對了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很想吃 甜的東西 好吃超好吃 我覺得蠻好吃 好小新的 又有夾型的外包裝盒 好像 不是耶 我吃的是那種 要撕開的 袋子 就是 我好像沒有那個袋子 反正就是 要撕開的 又有夾型的外包裝盒 那個比較像小熊餅乾的 我吃的是那種袋子 對 要撕開的 鱷魚造型嗎 忘記了 蠟筆小新喜歡吃的那種餅乾 不是不是 是 好像是韓國的餅乾 然後他外包裝是 有蠟筆小新的圖案 還是其實不是蠟筆小新 我記得是蠟筆小新啊 謝謝 昌昌的浪漫 哇 是說 聽到這首歌我就突然想到 這隻 就我拍這隻的reels 我覺得 不愧是新歌的流量嗎 他現在默默的已經到八千了 我還在看他會不會到一萬 但感覺是要很久很久才會到一萬 因為就連我跟小晴拍的那一隻 reels也還沒有到一萬 我還在尋找流量密碼 我在尋找 在尋找 流量 到底何謂流量 什麼時候發 要發什麼 比較適合我 聽起來有點像 我在蠟筆小新專賣店買的禮單 就是他是韓國的 我不確定是 產地是不是韓國 但是 他外面是有韓國字的 韓文字 不是韓國字 韓文字 大蒜草莓可可 大蒜草莓可可 我試的是巧克力 他只有巧克力的口味 他有大蒜的嗎 潮流就是流量 沒什麼道理可變 我看一下 他長怎樣 這是 他是巧克力餅乾 是哪一個啊 黃色包裝 黃色的 他有別的口味耶 真的 原來有別的口味 他還有薯條的口味 天啊 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吃的是那個可可風味餅 那個蠻好吃的 他是外面脆 然後裡面有那個巧克力的食心 好吃 超好吃 他還有草莓的耶 天啊 感覺很好吃耶 如果我有機會買到的話 我就去買來吃 看起來很好吃 對啊 是這一款 黃色 夾鈴 呃 夾鈴帶 袋子 包裝 謝謝娃哈哈的水晶四葉草 跟一顆星 嗯 反正曼玲就送我 然後那時候還想說 會不會他特地 跑去韓國 還是什麼的 然後帶了 因為那時候他好像有在出國 然後他特地 特地買了那餅乾 然後送我這樣 結果 結果好像 我 有時候去逛什麼商場 都會看到那個餅乾在 在家上我想說 嗯 也有可能 是在這裡買的 我就在想 但不管怎麼樣 都是一個新意 而且他好 好吃就 就足夠了 他好吃就夠了 真的很好吃 這瀏海 這瀏海不行 欸突然想到我以後去 就我如果還沒有買髮膠的話 我以後去公司 我就 我就沒有髮膠可以用 我今天 乾脆我今天就下單一個 新的髮膠算 台北車站買的 不知道欸 我覺得蠻有可能的 寶擦買的 蠻有可能的喔 我有在寶擦看到 沒辦法送 沒辦法送 主要固定瀏海嗎 對啊 主要是瀏海 因為我瀏海 不知道是 比較薄還是怎麼樣 他就沒有辦法固定在中間 其他人他們 他們瀏海都有辦法 可是我瀏海就是 偶爾會跑去右邊 左邊 他現在已經 複行了 我剛剛只有 噴幾下而已 他已經 要崩壞了 要崩潔了 他已經 沒有辦法再撐 33分鐘了 秤一下公司的 用刷的 喔 你說那個 瀏海固定了 可是我不知道 那個價錢 會不會比較貴 因為有時候 小小一罐東西 都蠻貴的 你覺得好看 哪一個方面 至少再噴一次 但他已經 沒東西了 他已經 欸 欸 可是他裡面沒有水啦 我剛剛噴的時候 是沒東西的 反正他沒了 他已經噴不出任何 呃不是 已經噴不出 太多髮膠了 所以 剛剛那一下說不定 是他的最後一個 說不定他最後一個HP值 就是 就這樣浪費在空氣當中了 呵 怎麼會怎樣 謝謝黑傑客 啾啾你 賣300 200多 我還是買髮膠 感覺比較實際一點 各方面的好看 謝謝 謝謝你兒 喝 謝謝黑傑客 啾啾你 可以拍賣了 比如說 空罐嗎 空罐髮膠 墨魚用過的 空罐髮膠 這到底買了要做什麼呢 謝謝黑傑客 啾啾你 這個髮膠 這個 R.I.P 收這個要幹嘛呀 現在要收這個 到底要做什麼呢 謝謝夜空是蓋的浪漫一波啊 收這個當紀念品嗎 我覺得如果哪天 哪天我可能 可能 可能 畢業了還什麼的 我再有這個念頭 好了 我應該沒有辦法自己賣東西吧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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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TP辦一個什麼 TP成員 二手大拍賣之類的 實用 然後又是成員用過了 聽起來 就很賺 謝謝黑傑客 啾啾你 不覺得有這個想法還不錯嗎 TP成員的二手大拍賣 除了做一點 公益啊 做一點 做一點 就是 初心 初心的那種概念 感覺 其實蠻實用的 然後賺到的錢 就是拿去捐款啊 什麼的 聽起來不錯耶 我去提案算了 三年前就要敲完我們二手拍 但是真的會有人買嗎 感覺會 感覺賣的應該都是一些什麼 可能 書籍啊 然後 什麼 行動 那是什麼 行動電源啊 包包啊 鞋子啊 那些的 感覺 可以耶 感覺還不錯 是一個還不錯的活動 使用通常不會想賣吧 就是可能 已經有新的東西了 或者是說 有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可能就可以拿去 就是 賣掉之類的 用競標 真的要這麼 這麼 這麼可怕嗎 參加偶像二手拍 賺到的錢先用來給薪水 用拍賣的感覺會很可怕 我也覺得耶 你們 你們就不要真的喊到一個 超級高的價錢 我覺得那個現場一定蠻可怕的 戒指跟一些比較中線衣服 對啊 我也覺得 襪子 賣破洞的襪子可以嗎 TP女粉色很多 不怕女裝賣不出去 梳子一定有人買 我也覺得 就是實用的東西 衣服感覺不一定 除非就是送一些可能 穿不下的 或是 或是 或是那個叫什麼 比較不想穿的衣服 謝謝黑傑克 JJ你還有 櫻花 會員票 還有好多的浪漫櫻花 我也覺得不要競標耶 真的有點可怕 這對 這對那種 不是很有錢的粉絲來說 會是一個負擔 像樓下可能用一萬買一個零錢包 我真的覺得不要用競標 競標 競標應該是另外一種級別了 你知道嗎 墨宇現在手上要梳子 底價50 一喊十元 現場方位一定修羅場 我覺得如果要競標的話 還不如競標什麼 競標什麼 合照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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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張之類的 然後不限 不限期限的那種 這種感覺就 比較有競標的意義 但是如果是那種 二手物的話 我覺得用買就好 說不定有人真的是 來逛有什麼 可以用的東西之類的 多年前不知道幾天後 才會收到成員的手做種子 手做種子 有這種事 我覺得還不如競標一些比較 更吸引人的東西 比如說合照券 或是 握手券 或是握手券 感覺還好 握手券只有七秒 我覺得 合照券還比較值得一點 或是拍立得啊 或是什麼 就比較 可以保留很久的東西 搬出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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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約會券 應該不會有這種東西 我覺得 除非它會拍成一個 什麼影片企劃之類的 但我覺得 感覺不會有 之前人生相談是為了拍立得 不就丟了幾萬浪花 欸 有這種事 原來有這種事 所以這種東西會比較 比較好競標吧 感覺 呃 也不是好競標 就是比較 可以 拿來 如果要競標的話 一定是這種東西 比較容易 比較 適合 但如果是那種 什麼二手物 我覺得就 就是還是用買的 比較好 感覺跨底線不太好 我也覺得 就是 還是要有一點距離 不然 不然 就是 就是有點太近了 這樣 過幾天我們也能看到幾十萬浪花的戰爭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禮拜三嗎 禮拜三是誘恩的生日 禮拜三誘恩生日 大家要記得嗎 禮拜四 禮拜四是什麼 禮拜四是做什麼 為什麼會喔 3月21 3月21是什麼 牆位子嗎 還是什麼 還留餐餐回來的 禮拜四 禮拜四有直播喔 什麼時候的消息 有什麼直播喔 剛剛發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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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成員透露的獨家消息 誰 是 珍珍嗎 還是 彎彎 還是誰 我好像有知道這回事 但是我不知道是 哪一天 跟 有誰 有誰 反正 沒有我 可以宣傳了 但是我其實也不知道 那個直播要幹嘛 我知道這件事 但沒有我 就是 直播的人 沒有我 但我不知道是 要幹嘛 我不知道企劃是什麼 玩遊戲 那 那 丟浪花有 有什麼 對你們有什麼好處嗎 丟浪花的部分 對你們 有什麼好處 有拍立德 彎彎來介紹一下喔 幫你宣傳 我知道有珍珍彎彎啦 前三名 所以大家 大家 直播 這個禮拜 直播就留給禮拜四的直播 或禮拜三 扎籤活動 大家 加油 準備好你們的 準備好你們的 慢鈴 準備好你們的money 準備好 禮拜四 衝了嗎 幾點啊 六點嗎 幾點啊 幾點啊 玩完 幾點開始呢 七點半 七點半 玩遊戲喔 好想 他我也好想玩遊戲喔 他我也想去玩一下遊戲 不知道是什麼遊戲 如果是桌遊的話我也想說 想玩 我要去觀摩嗎 沒有 我應該是沒有辦法 我那天有別的事情 我那天應該是不會 也不是應該 就是不會 因為我那天晚上有 別的事情 如果晚一點我 我 忙完了 如果我忙完了 直播還開著的話 我就進去 但前提是我要 記得 哈哈 一個小時 那 七點半到八點半的話 應該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可能會忙到九點 因為我可能會忙到九點 怕他去爭取 我嗎 我去爭取潘利德嗎 原來我是你們最大的 最大的阻礙 原來我才是那個最大的阻礙 不會 不可能啊 我沒有那麼多錢 好吧 沒有那麼 我還是大學生 各位 我還是 我還是個還沒出社會的 大三層 算我覺得 進入偶像事業 已經算有點出社會了 原來我才是你們 課金最大的阻礙嗎 不會啦 我不會去觀摩 我是真的不會去觀摩 我是認真的 我那天有事情 對啊 我如果跟人家拍拍利的 我還要花錢 突然 孟田雲送了一個火箭 沒有 怎麼可能 我要看有誰 沒有啦 我不會去 就不會有人丟病毒 不可能啊 這可是拍利的耶 這可是拍利的耶 他們才不會管你 才不會管你呢 大家加油 期待你們的 戰績 期待你們的 好戰績 一切交給命運抉擇 你們要小心你們 可能會有一個人 瞬間最後 最最最最後一個時間的時候 突然丟一個大的 所以你們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你們應該有體驗過這個經歷了 所以你們要小心一點 最後來個大的 然後還不止一個 可能兩個三個 之類的 你們要小心一點啊 這是 這是一個賭 賭注 這是一個賭注 你 你就是最後一刻的 你就是那個最後一刻的 你看你看 一定有 有哪些成員啊 我只知道有珍珍跟彎彎 其他人我不知道 四期好像只有珍珍跟彎彎 其他我不知道 反正一定會有個一期啊二期啊三期 所以你們就 加油 加油 有學測是嗎 沒有 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記得這個 直播好像 好像 在他們 在他們 欸 好像蠻早就訂好了 所以就 所以就 沒有找他們吧 而且他們現在也還不算回歸 所以他們 一定不會出現在這個直播 他們現在還不算回歸 他們要等到公演那一天才算正式回歸 所以 所以 沒有 他們不會出現 對 他們只要還沒有公告 說要回歸 所以就 不會有他們 所以請 常常不要擔心會有學測生好嗎 但是有珍珍 但是有珍珍 有沒有膽跟 兜粉聯名 派利德用轉蛋的 那就要看兜粉 或是 誰去提案 兜粉什麼時候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要交作業 我會交作業 但是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出來 就對了 其實應該也算是知道大概會什麼時候出來 但是 但是 也不能透露啊 不能劇透 我們不能劇透 我們不能劇透的 應該說 我們會知道那個東西應該算是 什麼時候會出來 但是 不確定 誰先出來 說不定中間突然有一個 衝出來說 我先出 我不知道 反正我們 其實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來 就對了 不小心說溜嘴 只知道最近 只能說 最近有交作業 就對了 只能說最近有交作業 這樣 可以吧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來 就是了 我會知道 我會知道 我餘生日的時候還沒有豆粉生日活動 這個好像是今年新增的 但不確定之後會不會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 今年就是會喔 這種什麼小時候的照片啊 或是錄音那些的 好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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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不管什麼時候都好看啊 當然是每個時候都很好看 只要你 只要你覺得好看就是好看 今年定番 對啊 今年生日就是會有這些 這些小活動 因為聽說好像每年生日都會有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嗯 東西 所以 所以呢 今年就是走一個 非常多東西的概念 而且4月這次 4加5月這次 也有那個啊 欸不是4加5 3加4 3加4月也有 我 生血針 心動了 我看 我看那個 生日會很快就截止了 還蠻 還蠻 還蠻瘋狂的大家 生血特別的 生血針特別的 轉 直了 轉到了 看各自的決定 幸福水水美 你們知道那個水啊 就是 好我不確定 它是不是有規定說 訂製的時候要訂很多罐 才有辦法送 反正你們 如果沒有喝完 或是喝很多的話 那些水最後都會變成公演的 公演成員要喝的 所以每次公演都會有 什麼 1月啊 12月啊 10月的 生日水水 這次真的賣很快 一點開賣就沒了 我覺得 有那些水其實蠻好的 知道為什麼嗎 這樣我 這樣我去公演就不用帶水壺了 而且我還可以多帶幾瓶回家 就不用特地去裝水還是什麼 挺好的 而且公演其實蠻需要喝水的 我每次一下台我就會狂喝 真的是太 太渴了 真的是一點開賣 我記得是 我記得是啊 就是好像 好像 是不是好像 原本是要12點還是幾點開 然後 因為系統出問題 所以改成1點 然後 1點 1點 多就買完了 1點10分 好吧 那你就是1點 就是賣完了 就已經賣完了 沒公告 延遲開賣也沒公告 我好像有看到 就是 消息 拖了一個小時 完全沒公告 嗯 就沒了 那只好去收人家的票了 1點10分開發1點15分耶 真的是很搶耶 大家好瘋狂 不愧是生血症耶 而且是生日會限定生血症耶 超級難得 超級難得 按了1點1小時才買到 是血症的緣故嗎 我覺得是耶 生日會限定生血症耶 我覺得是 而且還可以選成員 所以 我覺得蠻 蠻有一個 蠻有可能是這個原因的 我覺得 吃幾個飯就沒了 突然就體 體驗到 搶票的感覺 去年也賣這麼快嗎 我不知道 可能要問一下其他人 而且去年 去年的生日會 所以不只 不只盧卡跟 跟那個吧 逸琳 還有布丁 對不對 布丁前輩 剛好有空 不然真的錯過 4月一向都賣很好 4月是個幸運的月份嗎 是個快樂的月份 3、4月的5分鐘內會賣完 為什麼啊 3、4月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還是你們比較喜歡 雙魚座跟 金牛座 對吧 3月是雙魚 4月是金牛 4月是母羊 可能還有一點 金牛 所以大家比較喜歡 這三個星座 就對了 突然想到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講過 就是 我去看一月生日會那一次 然後 然後 我有講過嗎 我覺得我好像有講過耶 就是 那時候看一月生日會的時候 我不是去當 就是 觀眾嗎 然後那時候就有遇到 藝雲前輩跟 呃 我有遇到 有遇到藝雲前輩 因為他們上一場嘛 1月的 A場 然後那時候 他們就問我說 欸莫雲你今天是來當 就是 特別嘉賓嗎 來當表演的 夥伴什麼的嗎 我就說 沒有我就是純粹來看 當觀眾而已 然後 奕雲就說 奕雲就說 射手座很愛臭熱鬧 什麼什麼的 因為他之前那個 一家前輩也是射手座 然後 他就說 他就說 他也很喜歡臭熱鬧 然後 然後 就有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 好笑的部分 那好像 確實是 喜歡臭熱鬧 沒有辦法 真的是很想看 一月到底是 就是很好奇 你不覺得嗎 很好奇 特別好奇 賺到了 可以跟我打招呼 那我那時候沒有想說 要特別打招呼 什麼的 因為我想說 就是一月 一月生日 二月生日的人 是主角 那我就是 簡單跟你們說 拜拜 我沒有想說 要 要特別拜拜 什麼的 有看到我的人 在跟我拜拜 阿沒看到我的人 我就默默的不講話 五月也要好奇一下嗎 沒有關係 我看情況 真的沒看到 但上班路有看到吧 上班路 我還舉著那個 那個 跑馬燈 每個月都可以靠奇一下 那我會很忙耶 我感覺我 已經快要變成 小小經紀人了 看自己拍照 才知道 那可能我是穿得太低調 因為我穿黑色的外套 就像STARF 看來我隱藏得很好 我就是想要低調一點 畢竟我不是主角 我就是想要低調一點 生日會全參載 是也不用啦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穿黑色外套 所以每天會覺得我是STARF 但其實不是喔 你們錯過了 錯過了墨魚 畢竟我是墨魚 所以要穿黑色 好強 好好好 好牽強的感覺 看得出來 那就是 注意到 會注意到我的人才注意得到 起掌之類的 我嗎 可以是其他顏色 我最近在嘗試 藍色跟 跟粉色 我的應援色 回頭打招呼 不然要去那邊 那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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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們都會忘記拿周邊 我發現的 你們都會忘記拿 就出去了 然後就忘記拿 打招呼就會忘了拿周邊 真的 急著卡位 你們要卡那個下班路的位置 畢竟剛提掌完 需要時間緩衝 對不對 看到我就忘記了 提掌完還在合位 原來是這樣啊 原來是這樣才忘記拿周邊 那你們確實還要去卡位 下班路 你們要找一個好的 好的地方 好的角度 握手會 你還會看到撞隔板 這麼不小心 還在暈 還在暈 我忘記第一個字怎麼念 謝謝 聲送的浪漫英話 可惡 忘記了 俊生 我忘記了 我每次都想要念什麼 什麼什麼學 學的 我每次都忘記耶 俊生 還是你可以幫我打個注音算了 還是你前面打 英文算了 JUN之類的 謝謝你送的浪漫英華 撞過隔板子要凹進去 那你很大力耶 那你真的蠻大力 上一次握手 回我 暈到在裡面發生什麼事 真的喔 你暈倒了 太誇張了 還是你們乾脆以後 這是 他送禮物你就 打一下 JUN 救命喔 我一直想要念 C開頭的 瑞 玄 菌 水是菌 玄 玄 對 到底有什麼關聯啊 這個注音 怎麼怎麼怎麼記得 怎麼 怎麼定義這些字的 放隔板 你們連劍送都會撞旁邊的桿子 好不好 很常會有人撞到後面的桿子 我都為了偷兩秒打招呼 握著握完手都倒走出去 出來只記得提切手好香 是因為很幸福大家都很近 還是罐頭用的菌 他送禮物我們幫忙 真的喔 那有點太 太 太獨家了 掉線機的 後該的 等一下啊 我剛剛講那個 是不是香港的 類似髒話的東西 我這樣算 不小心 說髒話了吧 對於香港人來說 還是其實那個 可以叫做 那個是不是算一種 髒話 Sorry 我就是下 下意識的 想要怎麼念 還是那個可以 不要叫 那個那個 可是那個原意不是就是 跌倒的意思嗎 還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 劍送撞竿子也太遠 不知道耶 後面stuff不就是仿撞的嗎 但還是會有人去撞竿子 真的 真的 生日會體感挺好的 怎麼說 怎麼說 為什麼會一定是等 才沒看到自己才走進去 到了走進去 拜拜 請你道歉 怎麼會這樣呢 撲接 那我講撲接好了 不小心講了一點 僵話 這段請剪掉 這段你幫我剪掉 這段你幫我剪掉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看過一個 影片好像是說這個也算一種髒話嗎 算 表演為主的生日會很舒服 一月呢 那你覺得一月呢 一月也是以表演為主啊 但是也有 也有 抽抽那個 欸不是抽那個 是那個叫什麼 Bingo 我成為第二個 爆炎的事情 第一個是誰 第一個是曼玲嗎 還是誰 謝謝阿葉的看好你喔 謝謝你看好我 我剛剛感覺被罵了 對不起 我不小心 我已經 下意識了就 唸出來 這是陷阱 這是你們設下的陷阱對吧 這是陷阱 最後當然我手會很厲害 今天第一次見面 是嗎 我記得我看到你很久了 歡迎 歡迎我看你看很久了 看到你看到很久了 拿來當鬧鐘 所以算罵你了嗎 這樣可以了嗎 算是罵了嗎 賓果好難 表演為主的生日會成員壓力很大 到底要不要讓粉絲錄影 這完全是看姊姊決定 因為 其實不錄影好像也不會很有壓力 我覺得反而沒有錄影 沒有錄影比較沒有壓力 謝謝徐沛萬送的紅玫瑰 11月因為撞嘉義的傷眼 所以就很舒服 是以觀眾比較少的部分 音樂旁邊做的人太兇 怎樣兇 有多兇 謝謝 謝謝韓吉嗎 成為我的 喔不是 他家族成員等級升到2了 恭喜韓吉 謝謝韓吉送的緣分相遇 我是第三位 所以到底第一位是誰 第一位是誰 還有誰 可以跟我說嗎 音樂座太中間太前面不好說 新粉絲 你才怪 謝謝九日紅 浪漫一刮 不錄影才不會流浪 這個香港粉絲臉很臭 為什麼啊 你們不是應該要看台上的嗎 怎麼會看粉絲 臉臭不臭 謝謝歐比王的花枝金翠 花愛你 音樂我旁邊都沒有人舒服 謝謝歐比王的浪漫一花 恭喜歐比王成為家族成員的 八 第八集 徐沛彎嗎 徐沛彎妳說了什麼 我只知道徐沛彎一直在放上廁所的影片 第一位是伊萍 伊萍說了什麼 伊萍說了什麼 讓我知道一下 我好奇 我們來 我們來 了解一下 他沒有跟我講過 我好奇他發生了什麼事 我知道曼玲的 因為曼玲她就跟我 就有跟我們分享 快告訴我伊萍的是什麼 哪一 你要講是哪一個月哪一個號啊 你要講 你要講 你要講是幾月幾號 謝謝 徐沛彎可以剪何集 徐沛彎到底是講了什麼 徐沛彎妳到底講什麼 應該是第一還是第二次直播吧 應該是第一還是第二次直播吧 的大概中間後面還是前面 請說明一下 粉絲跟伊萍說我愛妳 他都會說我也愛我 阿彎都各種罵髒話 阿彎怎麼可以這樣阿彎 謝謝爹爹的紅玫瑰 謝謝徐沛彎的紅玫瑰 提到某位舞蹈老師時 好 我 我努力找看看 真的 我努力找看看 或是我直接去問他比較快對不對 我居然不小心 長了一點 小張字 但是 我完全是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現在咪 我現在還在直播啊 怎麼咪 好像剪掉了 阿彎二月忘記哪天的 四四分二十一秒 二月嗎 我去先查 二二零二四零二 這樣查應該 應該會有 無聲抗議 哈哈 二月十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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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一三 零二一三 我先留著 然後我晚一點再看 等我下播再說 現在不好看 現在沒辦法特別看 我就先開著 五分四十九秒四十分 五分四十九秒 四十九 四十九 是彎彎的嗎 天啊 是真的是彰化嗎 還是什麼 先把直播關進 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看 摩摩前面的直播 有很多彰化 我有 我有看過 五小時 我看 五小時 這樣不會被禁嗎 我就不會播啊 我就不會播 我等一下再看 剛好 八點四十二了 是該下播了 而且我的手機也快不行了 它現在13% 那一評的是 第一次直播嗎 好 我等一下第一次第二次直播 然後我等一下 等一下早 早到了再說 老招來了 是真的不行了 我跟你說 13%我是說真的 我沒有充電 我覺得我現在 多開了 43 欸 多開了 多開了 13扣 扣子算了 算了 不算數學 手機沒檔 我覺得我手機變好了 欸 我突然想要一件事情 我很想分享 我剛剛就想分享 推薦你們去玩那個 跑跑薑餅人 的 新的遊戲 那個 那個叫什麼 跑跑薑餅人 新的遊戲 好好玩欸 我最近在玩這個遊戲 大概前幾天 開始玩的 然後 然後 不是薑餅人王國 是 最新的 有一個 就我有一天 很無聊想玩 小遊戲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去翻了一下 那個 就是 Apple的 Apple的那個 應用程式下載 的 那個商店 然後 我就滑一滑 然後就看到 欸 這個是新的遊戲嗎 反正就是 跑跑薑餅人 跑擦薑餅人 薑餅人遊戲的 新遊戲 對 魔女之城 那個 那個很好玩 而且 他的動畫好可愛喔 就是 畫得很可愛 真的超級可愛 然後 雖然我覺得那個有點像是給小朋友玩的 但是 真的很好玩欸 我覺得很好玩 而且那也不算是 特別簡單遊戲 就是 到某一些關卡 會突然變超難的 我一直過不了 我超級 超級煩的 我真的是 狂消消不掉 我覺得他很吃吃我的 我很吃他的點是 他畫的動畫好可愛 他動畫很可愛 然後 我覺得也不會到很複雜 所以其實還不錯玩 大家推薦 推推 突然覺得我都沒有在講遊戲的東西 可是我其實蠻喜歡玩遊戲的 所以就 推推 我有玩培根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那是 我覺得我應該三分鐘熱度就沒了 但我 我有看我朋友在玩 就是 他們一群人都在玩那個遊戲 然後我想說 這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就是翻培根而已 我就覺得 我需要 我是很三分鐘熱度的人 所以 那個遊戲我可能玩一下下 我就不玩了 我太沒有耐心了 但是 薑餅人可以 因為他有動畫 好可愛 好 我要下播了 我現在念榜 呵呵 好突然 今天感覺 大家為了禮拜四都很 就是 保守的 送禮物 大家心意我收到了 這禮拜 不送我禮物沒關係 給你們保留到禮拜四 我人很好 禮拜四加油 真的 加油 20分 加油 加油 超好笑 我在幫你們加油 大家 禮拜四 加油 拍立得 Gag 這禮拜四 官方有直播 七點半 有 彎彎跟珍珍 請你 加油 前三名聽說有拍立得 所以 加油 好我要念榜了 他看起來快不行了 他快要0%了 我從15名 謝謝15名的 徐佩萬 謝謝徐佩萬 第十四名的 九日紅 謝謝 九日紅 謝謝 第十三名是徐阿北 謝謝徐阿北 第十二名是朱里恩 謝謝朱里恩 謝謝朱里恩 第十一名是斯蒂芬 謝謝斯蒂芬 花掉了 第十名是每天無聊到兔 謝謝無聊到兔 謝謝無聊到兔 第九名是韓吉 謝謝韓吉 第八名是青 謝謝青 謝謝青 第七名是伊迪 謝謝伊迪 謝謝伊迪 第六名是吉米洲 謝謝吉米洲 第五名是夜空sky 謝謝夜空sky 第四名是娃哈哈 謝謝娃哈哈 第三名是歐比娃 謝謝歐比娃 第二名是小伊 謝謝小伊 第一名是黑傑克 好 謝謝黑傑克 掰掰 等一下是不是還有直播阿 那個 Mina 前輩 你還在無聲抗議 好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我不好意思 加油 加油 大家晚安 我要下播了 現在 9% 謝謝徐沛萬 跟我直播 雖然你好像被 粉絲陷害了 快去吃東西 好阿 掰掰 掰掰 記得要去下載那個遊戲 很好玩 我說真的 比那個培根還好玩 掰掰 掰 好了 5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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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